邓施主 邓这儿呢 接住 接住 乌客务 快 救命 救命 不准备了 好 谢了 杨威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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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罪了 晚辈跟两位开个玩笑 此人我供水口 光口小儿 你好大的口气啊 敢敢不把我昆仑和瓦山派的功夫 放在眼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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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舍不得下手 我可要下手了 老少的 赶开我 西花子 快退下 到 Know 陆大 最重要的是 鹊鹊鹊鹊鹊 鹊鹊 你 师父 这正反两仪的招数虽多 终究逃不出太极阴阳两仪的道理 弟子看着四位前辈招数精妙 厉害之处就是在步伐和方位 您说对吗 嗯 你眼光倒是不错 能够看出前辈们功夫的精髓所在 师父 咱们峨眉派的四象掌 园中有方 阴阳相成 天地阴阳 方圆动静 似乎 比这正反两仪之学更胜一筹 您说对吗 对 是这个道理 可是 也得看 两位前辈的功夫 和他的修为 弟子猜想 铁琴先生下一步 便要前往归妹位了 峨眉派的臭丫头 你是这小子什么人 一再地维护她 吃里扒外 我昆仑派不是好惹的 师父 我 芷若 别再问了 你也听了 昆仑派是不好惹的 是 师弟 你下招轻轻点 行不行啊 我看的是她 不是你 别说了 铁瑞脱手 这臭小的武功这么高 骗了 铁瑞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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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爹 这起 Expedia 尺寺大辆 大辆 猗脱手 你让我驻 你 铁瑞脱手 尺寺 dialogue 大辆 发声 啊 你 她 这伉构 请 我 脱子 嘻 什么 也不 走 走 我峨眉不服 姓曾的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 与我们作对 看来 今天是活得不耐烦了 哪日大难不死 算你小子走运 可是今天 我要让你看看 峨眉派剑法的厉害 我被绝非师太对手 师太曾对明教锐经旗下 众人手下留情 还请再次高抬贵手 你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 胜得过我再说吧 出招吧 曾少侠 这柄白胡剑 虽然不接老太婆的 倚天剑有名 但在这江湖上 那也是件戾气了 今日 就送给你了 少侠 这一天见下 亡魂无数 还望少侠要多加小心 多谢殷前辈 就让你无到過手 那姐结成了 你带来 我们在家里 一定要 给你带来 我三多 你把你带来 你带来 你带来 有市场 那就算你 今天咱们是剿灭魔教 并不是比武争胜 诸位师妹 大伙齐上 拦住这小子 让他不得取巧 乖乖地跟师父 叫乱真本事 是 是 周师妹 这该不该拦在你 该不该让也在你了 走 啊 走 走 走 周师妹 这小子果然对你不一般啊 现在只有你手上有剑 你却站着不动 难不成你希望师父被他打败吗 师父 我 你敢启示灭族 两个园子 这人你说他疲惨了 我本身就凑了 我本身就不做了 我本身就看见你了 我本身就看见你了 Hugh 周姑娘 桂派的宝剑 请转交遵施 止住 已经把他给杀了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师父 还认自己是峨眉弟子 你就已经把他杀了 师父 你想违抗使命 赶快把他杀了 赶快把他杀了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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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当什么 快杀了他 你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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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嗯 如果你真的快死的话 我就更不能见死不救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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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日不斩草除根 以后武林互换无穷 庆祝 庆祝 姓僧的 我们六大派只诸魔教邪徒 你若不是明教中人 就快点离开 谢谢宋兄的好意 但大丈夫吉人所难 死而后已 我早已决定 与明教共存亡 曾少侠 你对我们已是仁至义尽了 明教上下万分地感谢你 今天既然事已至此 你就不必再为我们出这个头 你先走吧 前辈 先送他 就让老夫来接你几招吧 前辈 英龙 前辈 我 你没事吧 前辈 你要杀他 就先杀了我 妖女走开 别在这儿 小赵 你 你怎么样 心僧的 你处处袒护魔教 我就先解决救你 小巫人 宋大侠千千君子 天下无人不服 可没想到你却如此粗宝 请对一个弱女子下手 废话小说 看你脚本 金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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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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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今日之事 我武当派已尽力 想必魔教气数未尽 才会半路杀出这么一个奇怪少年 待着少年伤愈之后 我武当派会卷土重来 到时候再决胜负 六弟 姓曾的 以丽廷跟你无冤无仇 我若再伤你 便枉成侠义儿子 但是我跟进姓杨的 夺妻之恨 记天经抽 一定要报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酸 绝不让可怕 再上名叫一人 杀了你六弟 快点 六小巧 公司 廖叔 你杀了我吧 胡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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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活动 真的是不是你吗 胡姬 海高 是我 我是胡姬 童子 胡姬 你是谁 我问你 阴天正 在 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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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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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爹 来 杨潇 我爹早有内伤在身 你威冕胜之不武吧 你年轻 要么你来 你 有胆量 不愧是一代宗师啊 看来有这个资格 过来跟我同饮一杯了 来 师太 求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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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的呀 替夫报仇呢吧 你不会没把你 跟你大师兄孤红子 那点风流运势 告诉你的徒儿们吧 你应该告诉他们 都是因为我 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你哪有机会出家呀 还当上了掌门 我可是你的贵人 你需要感谢我 我要你 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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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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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江啸 他可是我师父最疼爱的弟子 他要是少了一根头发 我们额眉上下化为厉鬼 也不会饶了你 爱徒啊 想不想让你的爱徒 和你的夫君一样的下场啊 你 拿你个死尼姑 这只只剑 小姐 这只剑 你 那只剑 你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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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要么我今日吐你峨眉 要么你去找你的吐龙刀 你选 师父 吐龙刀要紧 师父 师父 杨硝 论武功 我自知比不过你 所以在你喝的酒里 我下了西欲断魂伞 杨硝想不到 也有向我下跪的一天吧 杨硝 杨硝 杀 杀 杨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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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领着众教徒造反 本就是死罪 但我念你心在明教 所作一切 皆为了重振明教名声 我孤且饶你一命 燕儿是姜伯韦的女儿 你也许不知道 姜伯韦夫妇曾经与你大哥 他们是我派到其他门派的密室 他们根本没有叛交 就在一个月前 他们身份败落被人追杀 可能他们走投无路了 才去找你大哥想坦诚一切 并求你大哥把燕儿藏好 结果最后三人统统遭人毒手 还有燕儿江家唯一血脉 我杨潇定当亲尽全力 保护燕儿一生平安 但是你大哥报仇之事 我早已有了周全的部署 也不会因为你这次的背叛 而取消计划 我错过杨多士了 属下罪该万死 我等罪该万死 都回光明顶吧 我们也回家了 走 燕儿乖不怕 有我在呢 你怕什么 你看我刚刚 一下就把他们打倒了 对不对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的外婆已经接到消息了 马上就会来接你 把你接去你娘的故乡 然后你就会在那儿 永远地生活 远离这个邪恶的江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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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好 那我们是不是费的 有一个觉得 我 Tales 严肖 你 你怎么了 刚刚的细雨断浑散 这之前不是好好的吗 你不是已经 把毒逼出体外了 怎么现在又 你们是吧 我一会儿就好 没事 动手吧 我以为你都忘了 我也差点忘了 你用我争血疏毒 这是你唯一能杀我的机会 动手吧 不然你会后悔的 闭嘴 我要杀了你 为我大事不报仇 这把龙泉剑 曾经是事先礼拜之物 能死在这把剑下 也不枉此生 来吧 痛快点 大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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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报告师父 不过 帝子连日来上穷碧落下黄泉 还是找不到谢迅的下落 世隔多日恐怕很难侦查 那就是你们办事不力 你们都听着 只有集齐了屠龙刀和倚天剑 这两件宝物 去把剑下的剑下 去 你会把剑下穷 了 基本上 你不能我 变成功 你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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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到你了 你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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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儿乖回了自己家之后 一定要好好听外婆的话 知道吗 严儿 来 我们走了 严儿已经被她外婆接走了 银票我也交给她外婆了 辛苦 为什么你不一起来道别呢 因为我不喜欢道别 你的伤 好点了吗 多亏你的帮助 好多了 再加上这两天 我自己用真气和内力 恢复得差不多了 就是这个腿可能还有点乏力 不过不碍事 那就好 我去做点东西吃 那天你为什么不杀我 好吧 谢谢 我不知道 为什么师父会说你危害无理 我都说了 你师父和我是因为你的大师伯孤红子 你跟我师伯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非要杀他不可能 当年你大师伯孤红子非要跟我相约比武 我实在受够了就硬仗了 结果他就向他的师妹 也就是现在你的师父 见了倚天剑 可能他在你们眼里武功高强 但是跟我比真的差得太阳了 倚天剑还没出窍呢就已经败了 怎么打 那你为什么还要杀了他 我 没杀他 是他自己输不起 在回峨眉的路上自己气色 但是你师父认定是我杀了孤公子 还丢了倚天剑 他对我恨之入骨 我能理解 我不怪他 倚天剑是你拿走的 倚天剑在我杨枭眼里 就是一个破铜烂铁 后来蒙古人 蒙古人给他抢走了 不是从我这儿啊 要是我能替我师父 夺回倚天剑的话 我就真的死而无憾了 小福 倚天剑 对你真的很重要吗 当然 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师父 解释清楚呢 我师父他是讲道理的人 只要你好好跟他说 他可能会原谅你的 你师父 我都说了你不了解你师父 就因为你总是这样 悟空一切 又无事于人 所以你才会这么容易 跟人结怨的 要是你继续这么自负 又不屑辩白的话 你终其一生 都会不断被这个追杀 不断被那个追杀 就算你躲得过今天 你也未必赌得过下次 你 你真的不怕死吗 在我们名教啊 有一句经文 叫生亦何欢 死亦何苦 喜乐悲仇 皆归尘土 人生下来 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死又何君 难道这个世界上 真的没有任何 让你留恋的东西吗 求之不得 辗转反侧 应是唯一 以前是酒 现在是人 是你 你 你别开玩笑了 الخ 睡一眼 睡一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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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睡 一睡 二睡 四睡 空 破损 忘了 你的腿 脱你的服 好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装病 我不装 你怎么能留下来照顾我 幼稚 你要去哪儿 为什么要收拾行李 燕儿已经跟外婆走了 我也该回峨眉了 不行 你答应过我的 只要燕儿跟外婆走之后 我要去哪里 你都不会阻拦我 你 你不能这样出尔反尔 我改变主意了 杨潇 我没有办法送你回峨眉 那样等于让你去送死 傻丫头 江湖称我为一个大魔头 你被一个大魔头拐走了 一个多月毫发无损 活着回去了 你的师父和你的同门 怎么看你 你想过吗 不说峨眉上下 乃至整个武林 又有谁能认为你是清白的 你告诉我 你师父 对我恨之入骨 但凡他认为你我之间有点什么 他会怎么办 他会要了你的命 我不能送你去死 不会的 只要我好好跟我师父解释 他一定会相信我的 至于其他人 他们要怎么想我也没办法 我只求问心无愧便是 跟我回光明顶 做我的妻子 好吗 你说什么 我杨肖一生 从未对任何一个女人动心过 你季孝芳是唯一一个 做我的妻子 我会让你成为全天下最幸福的 相信 你死了这条心吗 我与武当的殷六侠 早有婚约在线 我喜欢的是他 殷六侠 这么长时间 我头一次从你嘴中 听出殷六侠这几个词 我刚把你拐来的时候 你想过来救你的人是他吗 你想的是你的师父 我们被雷门门主追杀的时候 你想的又是谁 殷六侠吗 不是 你跟他见过几次面了 你凭什么就把自己一生续赔给他呢 我 当我身手剧毒的时候 在那个房间奄奄一息晕倒在地 我第一时间满脑子 想的都是你 甚至不信你拿一件刺死我 够了 这叫喜欢 那你凭什么会觉得 我就会喜欢你 请你摸着自己的良心回答我 你不喜欢我吗 我 你怕你不喜欢我 你不喜欢我 什么事 我会看到你 你要不要 你不喜欢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什么人 教主 我看他们是有心在阻挡我们上武当救人 不能跟他们下折腾 教主 你只管赶路 这帮鼠辈交给我收拾吧 回父王 一切小心 就寄托在张真人的身上了 你一定要为少林寺报仇啊 杀真人 他们死得好难啊 要为他们报仇啊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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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硬着 你这么想领教 决定的外甲功夫 也好 太师父 您对孩儿恩重如山 孩儿便是粉身碎骨 也不足以报答太师父 以及各位师叔伯的大恩 我们武当功夫 虽不敢说天下无敌 但也绝不会输于西域少林手下 太师傅 您放心吧 这套太极拳法 晚辈初学乍到 三十招之内 恐怕不能将你击倒 那是我学义未经 并不是这拳法不行 这一点您要明白 大哥 二哥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狂妄的人呐 小猫孩 赶紧发招过来吧 把你打趴下了 我好跟你的太师傅过招 好 小子 用的什么妖法邪术 孩子 你过来 是 太师傅 用意不用力 太极元转无始断绝 当得即得始 令其根自断 一朝一世 须节节贯穿 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 临阵学武 小某孩 你这也未免太晚了吧 对付阁下刚好够用 教主果然厉害呀 回去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 走好啊 张教主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假扮起小道童来了 这满口太师傅长 太师傅短的 你也不嫌害臊啊 没有 太师傅太师傅 你不嫌害臊 不嫌害臊 他命不嫌害臊 他命不嫌害臊 你不嫌害臊 就是这个 我老是 anti 哎 是白鸒 你也不嫌害臊 你还对我可以 二张无忌 叩见太师傅 三师傅 无忌 无忌 太师傅 孩儿很想你 太师傅想你呀 属下等 参见教主 参见教主 没死就好 今日只要孩儿在 无人能打扰武当 好 阿尔 等什么 还不快上 杜河未济 积齐忠流 刘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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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叔 他就是有份 把你打致伤残的恶贼 我帮你出了这口气 好 好 赵姑娘 这两位家仇 已经被我打得惊苦经断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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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太极箭便可交腕 我这套太极箭是初创的 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 阁下是箭术高手 正要请你给看看 指出其中的不足和破绽呢 这位阿大应该是八臂神剑 丐帮的方长老吧 你穿成这样我都不认识你了 还记得我吗 伤好了吧 怎么现在都投靠朝廷了 方东白 你不是死了吗 你怎么又活了 老夫白死余生 早就不是丐帮的长老了 过去的事还提他干什么 八臂神剑 凭到这套剑 如果能得到八臂神剑指点几招 那可真是荣宠无量 明日拿一柄木剑来 是 不计 你看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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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啊 呢 啊 一点没力气能打获人家吗 我猜这张真人啊 故意把招数放慢了 让咱们教主看得更清楚一点 无忌 你看清楚了吗 太师父 看清楚了 记住了吗 已经忘记一小半了 那么白雪了吗 这也难为你了 那你再想想吧 你现在如何 太师父 我已经忘记一大半了 完了 完了完了 这刚学就忘记一大半 这 张真人 您的剑法实在是玄妙 这普通人看一遍哪能记得住啊 要不张真人 您再来一遍 给我们教授看看呗 好吧 那我就 再嘶一遍 这是什么呀 怎么刚刚才 不一样啊 估计这回怎么样 太师傅 我还有三招没忘记 那你再想想 太师傅 我这下全忘了 外面干干净净 不坏不坏 忘得真快 那现在就请八臂神剑指点吧 太师傅 我 他已经没有 大师傅 修队 非常数价 还要得封队 海滋 小独 你不得封队 您是从哪里 你不得封队 可惨 如果您挺肯定 凧 签进的 决突 兵队 好 主人 小人无能 甘你罪责 今日 就看在明教教主 张无忌的面子上 饶过你们武当 我们走 等一下 今日若不交出黑玉断絮膏 休想离开武当山 教主 武器 教主 你怎么样 名叫这么大名头 本事嘛 不过如此 我们走 昔日数年不能驱除的玄冥神掌寒渡 此时 轻刻之间便消除静静了 看来武器 已经炼成了九阳神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